今天的前进大话题 祥真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刚刚有看到 如果你中了14亿台币的话 我们买豪宅 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 祥真要告诉我们说 虎镖万经有 这过去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拿来擦蚊子咬的 居然他们的懂作也买豪宅了 怎么会这样 祥真告诉我们 好 谢谢灯威 欢迎收看前进大话题 我是莫祥真 如果真的中奖的话 我们也许就可以跟这些富商 一起来当豪宅的屋主了 因为台北市致命豪宅 也是2018年最卖豪宅 西华富邦再传成交 最新时假揭露去年11月20楼 成交总价为1亿8100万 买家为法人横杰科技 公司的大股东 就是他 这个西德有机化学药品的 董事长叫叶家文 他除了是 他也是愈二愈导体的 这个创办人 相当的厉害 而他的邻居呢 只有糖果大王 徐福记家族 以及富邦集团的蔡明忠家族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蒙夫人 这栋楼身价真的是好几百亿 不过呢 说到这位新加入的董事长叶家文 他的创业故事 跟两位弟弟可以说是密不可分 三兄弟创立的瑞育半导体 一度是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现在呢 也是这个台湾企业的传奇之一 这个传奇要从他们的父亲 叶崇德开始说起 叶崇德是替虎标万金油 以及德恩奈漱口水 代工文明 创办到现在 这个家族呢 有两三房 他们的妈妈是父亲的二房 妻子 从小呢 叶家文家中经营的药厂 与皮革化工厂生意 都是由大房的家庭来把持 没想到最后皮革化工厂倒闭 连带药厂也因为背书负债了六千万 叶家文接下药厂努力还债 花了十年还清债务证明自己的能力 还投资了两位理工科毕业的弟弟跟同学 合力创办了瑞玉半导体 从家族企业负债六千万 到三兄弟呢 现在拥有三间上市的科技公司 公司市值相加超过五百六十亿 真的相当厉害 不过也因为从小就看到家族的财务纠纷 兄弟三人谨记家和的信念 叶家文也曾经说 三兄弟分工不分家共同承担所有的投资后果 因此三人又再投入了三亿 成立了瑞云资讯 事业有成也让大家看到 兄弟齐心齐力断尽的这个精神 在他们身上体现 不过刚刚说到豪宅 中国重庆呢即将推出新的景观地标 最近新盖的摩天大楼完成最后目标 一条长达三百公尺的空中走廊完成了河隆工程 由于施工地点呢在长江旁边 摩天楼创下了世界记录 不过屋顶长廊的这个设计 远看怎么好像有点像新加坡的金沙酒店 是否又是山寨世界知名的建筑 带您一块瞧瞧 中国又诞生新的第一高楼 位于重庆这一座商业摩天楼 最顶端设计一个横向的长通道 远观近看都很壮观 目前重庆摩天楼还在施工 最大卖点就是这个空中水晶长廊 长大约三百米宽三十二点五米 模拟三滴建筑影片来看 空中长廊连结四栋大楼 但怎么越看越像 新加坡这一间酒店外观 金沙酒店返船屋顶造型扬明世界 重庆摩天楼也有通道连廊 可别以为是山寨 业者砸了不少钱 请世界知名建筑大师 摩西萨夫迪操刀设计 以风凡航行为灵感 主体建筑一共有八座楼塔 和商业群楼 加上一座弧形景观天桥空中走廊 由于施工项目距离地面高两百米 又在长江加临江交汇处 经常出现无法预测的风险 气象局即时实时沟通 七天时间内的风格载 能不能满入我们提前的要求 去年三月开始 摩天楼启动吊挂空中连廊 平均在三级风速才能施工 工程师们战战兢兢 前后一共精准对接组装十六次 创下全世界最高最大最重最威胁 木墙工程 现在空中连廊已经顺利完成合冷工程 这一座重庆摩天楼将结合商场景观台 商业写字楼 饮食娱乐多功能的公共空间 成为重庆观光新地标 三立新闻任一方报道 好 这个新地标呢 也许大家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去走走 不过回来呢要问一下 春节您订好机票了没 准备好要出游了吗 明年我们又多了一个航空可以选择 也就是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四子 张国伟 因为遗产争议离开长荣体系之后 后来创办了新宇航空 这个新宇航空呢 预计明年一月的下旬要开航 而且呢设定是未来每天一班 而且是基本哦 所以每天都会有一个航班 现在呢还打出客制化 希望做出品牌 针对美国航线呢 则是强调说 长荣有飞的通通都会踩进去 因为这样我们才会说 它是王子的复仇 而且宣布说2020年开飞之后呢 会先飞东南亚再飞东北亚 两年后发展长城线 也就是因为今年会是他们筹备的一年 新宇航空也开始招考空服员 而且要大家接受呢责任制 这个消息1月4号宣布之后 现在呢已经收到了 6千封的履历表要来报考 对业者来说是多了一个竞争 但是对消费者的我们来说是多了一个选择 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消息 你也可别错过 因为出游的时候通常会是在几个月前订机票呢 像是我们的话呢 因为很少能够买早鸟票 因为工作的变动比较多 但是现在如果把握机会的话 一月份买票就可能买到一年当中最便宜的机票 根据旅游网站的观察 出国旅行的数据显示呢 旅客会在三个月前就预定 这就表示说一月会订三四月的票 跟夏天旺季相比 三四月的机票呢 是一年当中比较便宜的月份之一 也因此多少解释了 为什么一月这个时间点 大家经常会提供廉价的航班 是因为目的地最便宜的月份就是一月 这个平均价格呢 是比夏季预定呢 低了31% 所以想要出国可以趁现在 赶快抢便宜计划一下 这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下邓威了 通常如果想要出国玩的话 会是在几月抢机票呢 其实我通常要在抢票的时候 就是你刚刚说的夏季 才有可能比较有机会抢票 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NBA 刚刚好季后赛差不多要打完 MLB才刚刚要开季 所以那个时候不需要处理太多体育新闻 或许有福分的话 才有办法在那个时候出国 那就像你刚刚说的 我们的工作常常在变动 所以有福分能够出国的话 暑假我们一起抢票吧 我们谢谢翔森加入我们今天的前进大话题